1945年初春 一直由中国史学家组成的考古小队 行走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一处被当地人称作大佛湾的地方 当他们进入一个幽暗的洞窟时 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惊呆了 一尊尊精美的佛像 犹如穿越时空的佛国圣景扑灭而来 至此 一个沉睡了上千年的佛教艺术圣殿 第一次被中国学者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就是中国观音造像数量最多的地方 大足时刻 大足时刻 位于中国重庆市西部的大足区 它是大足区境内 以磨牙造像为主的石窟艺术的总城 目前这里现存石刻造像 磨牙造像不但是一种修行方式 更被看作是佛教传播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当磨牙造像传入中国以后 这里的仙民们把这种修行逐渐发展成一种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 大足时刻就是磨牙造像艺术中的瑰宝 沐浴在柔软细腻的佛光中 震惊至于人们不免追忆起大足时刻的前世今生 公元880年 皇朝起义军攻入唐朝首都长安 大批工匠 画师 跟随唐熙总李轩流亡他乡 此时的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 而作为富庶之地的大足县 自然也成为流亡难民的避风港 然而片刻的喘息却未能换来长治久安 一个名叫维军静的地方馆攻入大足 并在这里自封为王 然而维军静担心用杀戮换来的王位难以持久 于是他决定借助佛教 为自己歌功颂德以求江山稳固 他从难民中招募能工巧匠 在公元892年5月 于大足县北山的崖壁上开造了皮沙门天王和牵手观音雕像 此次修建也开启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 即云岗龙门之后又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工程 这就是当年维军静亲自独建的皮沙门天王造像 它是大足石刻中最早的一尊佛像 身披着中式铠甲 面容也颇似中原人士 不知当年维军静是一时疏忽 还是有意为止 大足石刻中 不仅皮沙门天王造像 具有中国本土色彩 在北山的观音雕像 同样有着中国血统 观音 原本是男子修行圆满后的果位 而北山上的这尊蜀诸观音 却被描刻成了颇巨母一风范的女性 在这尊菩萨像的美语之间 无不显露出妩媚与慈悲 因此又被后人称为媚态观音 她也是所有观音造像中最唯美的一尊 大足石刻集中了初唐到民国时期的 仅四百尊观音造像 是中国观音造像最多的地方 其中最为著名的 当属这尊位于宝顶山上的千首观音 在印度佛教中 有六首观音八首观音 最多的有十二首观音 而中国古代先民 本着以多为贵 给观音像赋予了千首千眼的吉祥寓意 这尊雕像占地八十八平方米 不仅姿态各异 而且结印也无一雷同 为了计算观音像 共有多少只手 公元十七世纪 一个和尚利用贴金的机会 贴一只手 扔一根签 最终统计出观音像 共有一千零七只手 是个名副其实的千首观音 由于开凿的时间不同 大族时刻各处造像的主题 也不尽相同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现象 大族时刻群中 北山时刻多以佛教题材为主 而距此不远的南山 却是道教传经步道的场所 与此同时 有些洞窟还打破了宗教之间的界限 石转山东段的石像群中 有一处十分特别的洞窟 这里分别供奉着 如道佛三家精神领袖的雕像 无独有偶 在庙高山上 圣贤孔子 太上老君 释迦摩尼 更是相聚在同一个洞窟里 从共居一线到共居一山 直到共居一窟 关系越来越清静 此时 中国北方战乱不息 社会动荡 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 大足时刻也就成了唯一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合时期 文化特色的石窟艺术群 公元1175年 一位僧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足县 这名僧人正是年仅十九岁的密宗六代宗师 赵志凤 密宗是大成佛教的一个支派 这一派佛教因为不允许公开传授 并且研习那些充满神秘内容的佛经而得名 赵志凤来到大足后 在宝顶山建立了密宗道场 同时为了更好地向人们宣扬佛理 他决定按照中原文化的特点 参照故事的叙述逻辑 把密宗佛经依次凿刻在宝顶山的崖壁上 如此一来 深色难懂的佛理就变成了一幅幅 浅显异动的佛经连环画 这是宝顶山南端的牧牛图 在整幅壁画中 人们看到的是牧人寻牛的整个过程 然而通过能功巧匠生动的笔触 却将佛家子弟磨砺心性的历程融入其中 使人们得以体悟 是如何修持心性的 牧牛图背后是大族师客群中最大的洞窟 圆绝洞 它是佛家弟子修行问法的场所 这座洞窟高六米 宽九米 深十二米 十二尊菩萨像分裂洞窟两侧 走进这座深幽的洞窟 明暗黑白的反差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里曾是历代僧侣调和心性 参悟佛法的圣地 六十多年前 当杨家洛 马恒 顾洁刚等人 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这里时 他们曾为眼前这座远离世俗的人间佛国而倾倒 人们告别繁华闹事 走在静谧之中 沐浴着佛国风光 平和之心 自是油然而生 一代高僧赵志凤 用毕生的经历 将宝顶山建造成了中国最大的密宗道场 从维军境开造第一尊佛像开始 在三百年时光中 中国古代匠人先后在此凿枯上百侃 造像近万尊 然而就在包顶山磨牙造像即将完工之际 一场战乱阻断了规模恢弘的工程 一二五九年 蒙古铁齐南向 大族县全城震荡 尚在施工中的工匠 画师不得不丢弃手中的工具 逃避战乱 宝顶山西面的崖壁上 至今还有几尊未完成的造像 就此 辉煌一时的大族时刻 淹没在了荒草之中 逐渐被人们淡忘 静静地躺在中国西南的一角 任凭冷雨戚风 拨示着它往日的光辉 这一躺就是一千年 1999年 大族时刻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当时对它有这样的评价 大族地区的险峻山崖上 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时刻 时间跨度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 这些时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 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辖尔 从世俗到宗教 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 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 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如今游客们走进大族时刻群 这片鬼附神功之境时 依旧惊呼于它的恢弘 在大族 佛陀早已躬身顿入人世 三教由此生根 这座明末千年的圣殿 记录下了它的辉煌 也记录了雕刻者 普记众生的宏愿